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些有关于商业上面的一些做法 各位也可以去看新南向市场一家300家 艺术当中也略有所提 我们公司是一间R&D为主的 一个软实力的公司 我们公司主要的专厂有在贵金属的电镀自聚的开发 以及贵金属相关的熔链技术 等等 所以我们的客户就像这张投影片上面所列出的 它可能是制造商 可能是回收商 可能是矿主 有关于金矿 银矿等等 甚至有一些是石化产业 这些乍金之下没有相当的关联性 但是它们实际上都蕴含有非常多的一个价值 就是在它们的下脚料或者是废弃物当中 当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贵金属 还原成原来的纯粹的金属钛的时候 所要应用到的一些技术 这就是我们公司可以去服务大家的一个地方 我们公司的核心主要是以绿色化学的药剂为主 所以我们的化学药剂都有经过 比如说台湾的专利的认可 新加坡 瑞士 甚至在美国 中国大陆 日本 香港等等 通通通都有发明专利 公司成立于2009年 从2013年开始 我们往世界各国各地去参加发明展 及各式各样的竞赛 所以在台湾 美国 韩国 克埃西亚 俄国 科威特等等 都有拿到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 在台湾这边官方的认可也相当多 这边简单讲一下 比如说现在的总统蔡英文 蔡英文总统跟经济部的省部长 前朝的总统马英九等等 到经济部工业局这边 环保署前署长李英元 现在上任的张子敬署长 政务委员张景生等等 那发明展这边在 比如说朱立伦 这个前经济部长一起名 基隆市长林又昌等等 还有国外这位绿色化学之父 Dr. Werner 那因为我们是做化学品为主的一间公司 所以这个化学品的组成 我们是遵循着绿色化学的 12个原则下去进行制作 那我们的客户遍及五大洲 目前欧洲这一块也是最多的 那从2013年开始 我们第一个最大的客户是在美国 德州的伟创 2016年这边就是台湾的光阳科 2017年中国大陆的中再生 中国再生资源的一个集团 到2018年有菲律宾跟2018年的这个老挝 一直到前阵子的日本 我们这个都是在国外都已经有相当的一些时机 所以我第一个要与大家分享的一个case 这个是在 以金属来讲是黄金的这个部分 那他是在菲律宾长期耕耘的一个台商 他已经在那边大概20年左右 那他成功地把我们的技术输出到当地 并且在马尼拉成立了一个所谓的demo site 一个示范厂 然后后续输出到明达纳尔的矿区的第一大的金矿组这边 来做环保的金矿提取 那同时间我在菲律宾也去了一些像 他的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公司 这边去看他们的材料 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替他们 利用更环保的方式来做 因为菲律宾那边电子废弃物的一个生态跟台湾很像 主要都是走输出到日本为主 那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他们直接就地就将 贵金属去做一个生产 那在马来西亚的部分呢 之前与这个环保署机管处的同仁们一起到马来西亚去做一个交流 那这边是他的一些官方的一些照片 那当地的厂商呢 像是这个Jarim Metal跟这个Long-Train Trading这一间集团 他们都是当地的电子废墟墟回收商 同时有在进行贵金属的提炼 只是他们用的方式都是相当的不环保 也比较不经济一点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环保绿色的化学方式输出到这一国家 另外一个是在泰国的部分 这一间是一间印刷电路板厂 这个在台湾以及中国大陆沿海城市都蛮多这样的工厂的 尤其在这个电子产品里面我们一定都会有一张主板 就是电子板的部分 那这样的厂商很多 那它的一个含金的废弃物的量其实也蛮多的 我们成功将我们的技术输出到这间工厂里面 不管是在它的生产上 它的挂架 或者是在它的废弃物 它的这个素质或者是板子 都可以在厂内去做一个循环 就是在黄金的部分可以去做一个循环的回收 这样子可以去减少它们的成本 并且带来一些这个绿色形象的一些部分 可以协助它们呢 更有竞争力向这个国际大厂去拿订单 那日前在新加坡呢 我们也是与这个西式环保 以及这个去做一个参观 以及当时的这个电子废弃物回收的一个展 在上面去发表我们这样的一个技术 有得到一个相当的回响 那另外一个这个案例是 巴布亚牛井内洋 这个一样是一个金矿的案例 跟刚刚菲律宾不同的是 菲律宾那边的做法是针对原矿 就是我今天从矿场里面去挖出来的这些 含贵金属的沙土 直接去做一个体炼 但是这个在巴布亚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属于 因为这些地区都有local的人民的这个村落里面 他们就在做黄金提炼的动作 那我们这边台商可以在旧地区做一个出金的一个收集之后 然后再用我们的技术把它提炼成纯金 从进而呢会有中间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利润在里面 那当然这个技术必须是环保的才能够走这样的一个输出方式 那再来是印度的部分 我们知道印度其实它人口非常的多 他们的电子飞行物也非常非常的多 那但是当地的技术其实是落后其他开发中或者是已开发国家相当多的 所以我们希望在一开始这种有关于这种黄金的回收等等这样的产业形成时 就让他们已经有这种绿色环保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所以当时已经成功与这些印度的厂商签约 那前面刚刚所讲的都比较偏向是在国外输出的部分 其中都不乏是一些金矿或者是电子飞气物的处理方式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前面讲的 我们公司的核心是在这个化学品的部分 那其实在设备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循环经济的案例 就是说我们大家是一个团队 我今天出的技术是属于化学品这一个部分 在机械的部分我们也会与其他公司一起合作 来做到这个外销的一个目的 所以这张照片是类似我们输出的一个单位 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案例是在台湾这边 这个就是在台湾台南的光阳科 他们是一家做把财 在台湾是首屈一指的公司 同时他们在半导体的这个产把的回收 的回收率也是相当的高 他做到了所谓的业界的小循环的部分 业界的小循环的部分 但是他们也一直有个梦想 希望达到一个所谓的跟消费市场 或者是品牌厂商一起的这种大循环 所谓的大循环就是说 当我的电子废弃物应该说我的电子产品 在消费者端使用完之后 我一样可以回到当初的这种制造公司 或者是原料的公司 去把里面的贵金属做一个提取 这个是目前在各大品牌厂都相当重视的一个部分 那台湾光栏科在这个部分呢 先与我们优胜奈米合作去打造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产线 那目前这个产线 一年可以处理750吨的手机板 手机板 那750吨的手机板 大概可以产出约有大概几公斤的黄金在里面 就像日本这一次的冬奥 虽然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进行 但是冬奥他们也是讲说 他们的奥运奖牌 奥运奖牌都是利用电子废弃物回收 所得到的贵金属来制造而成的 所以希望日后在台湾 我们也可以有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好那台湾这个部分 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生产线设备呢 我们也输出到了日本东京 日本东京这一边 那日本东京这一边 它的所需的产能可能不需要这么大 因为它的一个电子废弃物回收的一个质量 相当的高 它的含金量 含银量都 含巴量等等都偏高 那我们在这边简单叙述一下 我们的这个流程的部分 从第一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我们讲的这个记忆体 记忆卡的部分 我们透过第一道流程 我们这个叫做去席 disoldering 或者叫做这个容席的部分 去把它的板子 电路板跟上面的晶片 去做了一些分离的动作 然后透过筛选 去拿到上面的我们所谓的IC 这些IC里面呢 富含贵金属像金 巴 银 铜等等 所以这些IC是非常非常重要 基本上以这个记忆体来讲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黄金 都是在这个晶片里面 三分之一会在这个板子的这个金手指的部分 所以我们把这个晶片把它去做一个破碎磨碎的动作 然后与我们的这个环保专利的药剂去做一个混合 就可以将里面的贵金属做到一个融出 进而得到99.99%的一个纯金 所以在这一些向外拓展的成绩之后呢 2018年我们在台湾也成立了 现在我们的讲法就是类似国家队 那个时候叫城市采矿联队 都是集合现在线上的具有不同专长的回收厂 然后跟政府有达到的一些协议这样子 然后进而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 Total solution的一个设备输出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 这个有关于在光荣科黄金回收 从这个手机板做黄金回收这样产现的一个介绍 那这边会有一段影片给大家参考 那这间工厂呢大概它的这个土地面积 就是这个工站里面的面积呢 大约在300平左右 它是属于一个狭长形的一样的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东西是两排的这样的一个放置 那它的工艺是这样 第一站呢是先走这个波玺 就是要把所有的元气键与板键去做一个分离的动作 那在这个步骤当中我们要去回收的是它的锡金属 这样的步骤完成之后 分离下来的板键跟元气键会做一个烘干的动作 那板键上面就是空板上面如果有黄金 我们会到第二台的这个滚筒线里面呢 去做一个黄金的一个回收 那这个时候黄金就已经融在液体里面 那板子含铜的部分呢就可以经由其他的同回收商去做处理 那刚刚分下来的这个元件 因为大大小小各种种类繁多 所以我们要透过一个筛选的一道流程 去把不同大小种类的这些元气键去做一个分离 进而去锁定所谓的这个高价值的IC晶片 这样的IC晶片经过粉碎 然后要到一台这个化学反应器里面 跟这个所谓的环保药剂去做一个混合溶金的动作 之后再经过所谓的压滤基去做一个故意分离这样的一个动作 整套流程做完 它就会得到所谓的这个含金的液体 这个就是在目前台南光荣科的里面这样的一套流程 也是目前我们一个输出的一个主力产品 所以这样子的输出呢 我们同时也得到了国外的一些大厂的关注 这个是其中一间叫做Violia 它是一间法国的百年的水务公司 现在已经是一间所谓的这个废气物管理能源 水资源这样的一间公司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公司去建造一个 非常完整的一间废气物 电子废气物回收厂 里面只处理这个大厂品牌的这些东西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绿色化学的方式 把你们的贵金属再重新注入到这些电子产品的供应链 这样子一个概念对于现在的线上的 比如说一线的品牌厂 比如说像Apple Dell或者是HP来讲 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都非常的注重他们自己的产品 本体的一个回收率 应该讲封闭的一个回收率是多少 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再像这个地球 这个大自然去截取资源 进而是透过自己本身已经有的资源 去重复的利用 那因为我们知道最近是疫情的关系 我们公司除了在这个绿色化学的这一块 有关于贵金属回收这一块非常的专业以外 同时在这个金银奈米的一个合成上 我们有一个相关的一些技术 所以因应这一次的疫情 我们也制作出来的这个叫做奈米银的一个 抗菌的一个喷雾 在这短短的大概两三个月当中 目前也都已经获得极大的回响 许多的厂商都有开始使用 也向外输出到像美国厄瓜多 法国匈牙利等等不同的国家 那它的一个特性呢 我们在台湾有经过一个P2实验室的认证 确定它可以有效地对抗冠状病毒 然后再来是它也可以去媒也可以访问 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台湾都均有在翻手的 好 所以讲到这边 最后就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我们做这个有关于任何的这个产业的时候 都要想到一个就是环保的议题 所以我们一直非常提倡的是要建立一个无氢的一个家园 为什么讲无氢呢 因为刚刚有关这个所有的贵金属相关的传统技术 大概都要使用到这种氢化物的剧毒 才能来进行这些贵金属的回收或者是熔炼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公司倡导的就是完全不要去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最后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绿色化学相关知识 或者是最新的环保 国际上的一些环保议题 欢迎您加入我们优胜奈米的官方网站 谢谢